好 非常開心 今天是很開心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帶來這個職業費的星期 禮拜三今天我們都知道是2017年4月5號 俗稱所謂的蔣介石的事實紀念品 在風雨飄搖 為了風暑 當時的軍長配合在一起 其實我們也在看台灣轉型這年的過程 包括到底中間經驗堂所有的現任中間堂要不要拆 還是說目前各個地方的蔣介石通向還存在在 公家機關或者是在學校裡面的公家機關 學校裡面的這些通向要不要拆得穩定 然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律動開始 因為剛好我們就在這個轉型正義這一波 可是好像我們這個轉型正義在談的問題 其實讓我們有一塊我們一直覺得說 他可能會被遺忘的那個拼圖 就是我們在談歷史正義轉型正義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些跟蔣介石一起來到台灣的這群人 他們過去的那種優移事所的那種遺散的經驗 其實在這個轉台灣的正義實際上沒有被好好地討論 那今天這一個主題其實也真的多虧了鄭建源老師 他跟我講到這個劉錫瑞先生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覺得說剛好在4月5號來判這個活動 一方面當然他有一個控訴的意味 控訴以蔣介石正義這樣的意味 但是他也訴說了很多歷史無奈的被壓 尤其在他身上所發生的 附近在1949年的時候被槍傷 然後之後他被供應到軍 然後抓夫再轉斷台灣 然後他們也憑他自己個人的努力 他不斷地一直生到了忠孝 得到所謂的很重要的獎章 那可能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們也收集了一些東西 也有些很奇怪的說法是說 如果不是因為他被抓夫到派完的時候 他也不會有這麼好的招救 所以說我們也是會到英為國 在那個網友的恢復裡面 不過像我們在看這個歷史的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如果我們大家最近有的紀錄片 關於歷史世界大戰跟五個導演 大家可以去Netflix看一下 他講的其實是在戰爭的這種宣傳裡面 愛國的情操宣傳裡面 然後戰爭遇完以後 其實很多人其實帶著戰爭的創傷 可是這個戰爭的創傷 其實很想好好地去處理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可惜的部分 因為他們為了這個時代的付出 或者為了國家的付出 可是他們那個傷痕卻在他們一輩子都能留去 那也是我們可能 也不可能透過某種集體的方式 試著去幫助那些看不見 去找出那看不見的傷痕 他試著去撫慰一些人 那我們透過相互的見證 可能會讓我們對人跟人之間 會稍微比較寬厚一點 或者寬容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熱力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我想先試一下 後面 可能會比較 謝謝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這不用這個好了 我這個老兵的 我這個老兵的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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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教授 大家好 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參加這個做答會 是我的榮幸 今天又來了一個 我沒有想到的一位貴賓 前台軍博士 他是我以前的考驗的同事 同一個實驗室 共同倡立這個實驗室的同事 我1992年離開台灣以後 就沒有給他見過面 今天在樓上打個招呼 他說我變胖了 但是我已經意識他了 他也變老了 他當初很年輕 到實驗室 然後去念博士 回家在實驗室工作 所以 我們倆在練功都不進食了 另外一個就是 我的小學同學的女兒 今天口臉冒出來 給我打招呼 我們是一種 因為要聯絡 直到 大概他要我要 今天要來出席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會來 他在討厭 先講這個幾塊話 在前天我看到一下你們把的廣告 廣告後面有三個留言 當中有兩個留言 第一個 我先講這個 因為杜先生說 把那四個問號 假如 劉先生說 是劉在大陸 會有什麼樣的呆意 還能夠留美進修嗎 還能夠獲得政府 中共呢 還能夠躲過文革嗎 還能夠躲過文革嗎 我今天 他說一切不是時代的歸體 我今天就接用一位 好像是東海大學的 就是一個 柳教授的 傳播的一個什麼 他的資訊 他是翻轉什麼 翻轉選舉的那一個 大陸婚禮 他寫了一句話 他說 假如有人責問你的話 你的父親 二二八以前沒有到台灣 二二八這四年跟他沒有關係 不是公布 跟他也沒有關係 所以後面這個時候 他們的杜先生這個四個問題 我說 因為我沒有關係 我肯定不把握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不是我能達到的問題 假設的藏廠不存在 另外有一個討論的問題就是 說過中國的危機 那時候的東西 我說這個與我也沒關係 所以我也不把握這個 下面我就想自我介紹一下 我今天八十五歲 我十七歲就被抓到 我六十歲就離開台灣 到美國住 今天八號有一位堅定人 填他 因為我是黑金 我六十歲就去填填他了 我在美國住 今天這次能夠回來 是為了賞印 曾教書的 叫做什麼 什麼 第四經歷這個題目 我願意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我首先要買一些曾教書 因為我以前是曾教書 七年八月份 曾教書在《光衡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綜藝復活的福利》 因為他的文章裡面 跟我所知道的一些不太相 不太同 所以我呢就在《封城媒》上面呢 發表了一篇紀念古名頭大劫 因為要還唐人伯將軍的功道 還要還唐人伯將軍的功道 還要還唐人伯將軍的功道 這個是把唐反掉 我會感謝宗教書的雅亮 以後我們變成一個朋友 為家 因為這兩篇文章 不是跟伏連有關 那伏連 當然他的功道是在《金門》 他在《金門》間是有功 這個大概大家也不反對 但是很多隱藏後面的 大家也不太清楚 那因為這個伏連 我們是因為伏連認識的 那伏連大家都會知道 在《金門》打了兩次仗 《金門》兩次打仗 一個是古名頭仗 古名頭戰爭 另外一個就是八二三號戰 這兩次戰爭呢 我是榮幸也好 是不榮幸也好 都參加了 我參加了這兩次戰爭以後 還能夠活下來 再今天跟各位見面的話 我要感謝老天的 等等 1949年的9日 我的白退經過廣東省的時候 經過我老家 他的兵呢 他還是堵住太多了 用手榴彈 就到池塘那邊炸 我父親的初一年反對不下 我父親的初一年反對不下 當場就被強殺 就夠殘應他 結果 把我抓來當地 我那年 我的父親四十一歲 我十七歲 我抓到兵 被抓兵以後 是茫茫田的 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也不講 所以他就騙死了 今天不是他這個死的事 結果呢 就是 老兵壓住這一票贏 我們同一票贏 是三個贏 三個贏 大家都是 大部分就是我們 以前才能做運勢的 年度是年度 然後老兵壓住 然後到山頭 山頭就關著倉庫一邊 那個倉庫是 倉庫了 不見錢一日的 然後就上船 上的船 船上就漂泊了七天 然後呢 就到京門 京門就上岸了 上岸以後呢 就逼里邊拿著槍過來 打槍 就是 古民族戰爭 那這個戰爭呢 我就 下面等一下會講 整個古民族戰爭的 這個 然後我就說 團結就是當兵了 當兵以後 兩年半以後 我就接到路 京門軍端學校 和武器 然後 1954年就異業 我要強調 我是 畢業同課當中 一千零三十位 我是總神級體力的畢業的 我要強調這一點就是 我不是說 我可以有 我是表示 我還不笨 以前的問 我還能夠走到前面 我只是進行網路棍 因為我就是初中畢業的 一個家 等下畢業以後 剛才都沒做沙古隊 又參加了 823號尖 號尖過程 我給那些不能都講 我要叫那些坐在我旁邊 不是董教授 我那個時候坐在我旁邊 是偏方靠天方 因為那個雕炮很小 炮彈就在前面爆炸 後面飛過來 我旁邊這位 總一臨上 就哼一下 沒有命啊 使心的味道 我現在腦子真的還不得到 火焰 火焰味道 使心味道 後面認識 我腦子真的不得到 很多時候 所以我要這些 我的地益都很好 太好了 所以這些王子要 後來 拋箭沒有死 回到台灣 因為我太能幹了 我去使到護連長 人家在送我一遍傷 我去死護連長 他死掉以後 他死掉以後 就帶兵去做工事 都交給我 所以上面是寫我 當副連長 太能幹了 所以回到台灣以後 連長就帶兵去做工事了 連環境就交給我 所以我這樣做一句話 我覺得連長太怪了 遭危險還不太好 林長安 高盛 我就跟 我就講錯了這句話 我说 司官长不听我的话 我有什么办法 就这么觉得不听话 结果林章就把他抓住 骂了人 林章这么骂了 我知道 结果半月这个民族不高兴 神经病发走了 要把我杀死 直接开始了 从到司宗医院就活了 我在医院里做了一年 吃一个也不是医院 将军医院 这个为什么呢 将军医院 群体恐怕都不怕 医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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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顾对象去了 我说 我回顾对象去哪里了 那医生就说 那你没地方吃 你就不疗疗念了 那个疗疗念 疗疗念就不知道 不是断腿 是断手 还是是神经病 还是一大堆不正常的病 我在疗疗念多长一年 我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不错 后来我就是念了成功大使 因为我没有地方走 我务口走 这是念书吧 我念了成功大使以后 我在破坑部下我不干了 破坑部下不省 那后来就是 他还给我一份薪水 我念了手 我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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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教育 是因为我 觉得我这一辈子真的是好人 所以我念大学四年 也就是念大学是晚四年 我在念大学 还是晚四年 是埋葬不干的 是埋葬不干的 我念大学 到家教了 还是会怎么样 会下来 这叫我中间的成功大使研究所 研究所的时候 倒是认识好了 刚好国防部 要是发展工程 和抗计军官 要成功大使 国防部的抗计军官 成功大使 一代工程式 这种机械工程式 我是改参了这个考虑 我念研究所 是生活做得很好 不妨不少 我跟你学会 杂会 那些是 肯定就是通通过来念大学 念研究所 所以我在研究所 两年当中 我说 我这是一辈子最少数的这件事 那个时候 念研究所就是 我有定分了 联系的那些 这是我一辈子当中 最熟悉的人 念研究所 念研究所 我们就到 中国院服务 中国院服务以后 当中过程当中 做事 到美国 是母大车 他说我是进修 我九个月时间 我就发了一个航空工程 所思所为 回来 后来就参加天空计划 天空计划 今天刚好 天空计划 那边 实验室 是从无到游的 没有的实验室 我是负责这个实验室 筹建 后来当夜 他不是我一对母 我请了很多这些 地球帮忙 联波森是后来 甲军的 他当时不是波森 他是到了中科医院 中科医院 再送出面 波森 波森的时候 在中科医院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在中科医院的攻陷 就是 建立这个实验室 替天空计划 天空计划 天空计划 保镖 就是保证天空计划 打出去就是成功的 不成功计划 不能打去打 就是 这是一个 那 天空计划 也并回带我 他有一年是给我江湖基督讲的 后来一年是给我 文徽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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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样的一个宣章呢 我给你们打个笔记好了 马尔山靠的 何博森当司长 给他去讲讲 十章 这是一个文徽宣章 何博森在 华森在 华森在 参谋总章 记录里面写了 当参谋总将的时候 然后国防部长给他的宣章 说你在华森总司的意义内 有功了 那个也是 有个宣章 所以 有个宣章 等级相当高的 我现在今天呢 就是 顺便就是等你 吹牛样 好 那是到此为止 就是 有人提醒我 你是受到国家栽培的 我说 我 你们很多人受到国家栽培 你的国家的方向如何 贡献如何呢 我努力的贡献 我对了世界和良事 我不会对国家对我的太阳 这个圣章 可以作为静 我故意的介绍 大概就是 到此 下面我就讲一点点 福连冰法 因为是讲福连冰法 那就是福连冰法 是福连是先有官 后才有兵 先派军服长 再找这个团营连长 军兵找到班长 然后班长他是抓兵 他的工具是这样的 我现在讲一下自己 1948年 5年 41岁 他帮十二冰法的副司令官 在双规棋 打败仗 他 做着战权 突围 一共十几个 十二冰法全部 没有了 这是1948年 大概是十年 年底了 1949年 5月份 他召集了台北建立 那些就过七十个人左右 就在江西 重新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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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民 是个 是个 自己 引领了三个军长 九个十个 每天委员 是讨名 有名有横汥 再 他自己说 我后 命令他 所编为两个军 2个上面,那个过程 就是 54 5AN 但是5年后来 他在讲,他说,我这两个军当中只有十把丝,118丝,75丝,三个丝 很像可以维持军队的形态 我不知道他所谓军队形态,我不大了解 他的古教上显示,可以维持军队形态 这个是三个丝 然后他的形态故事无核 这是佛林自己写的 在下面,佛林有一段小处诗 他说,1949年6月份的时候 十二病团在广汤之间 他说,我只有十根丝条 我召集军队的面分纸每人一条 其一的三根丝条 松建十五到夏虎转送台湾 所以我是说,这个反正我召集军队 只有两个丝条,四个丝条 七个丝,拿了分纸七个丝条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 哎呀,水乎转啊 你们那些故事都水乎转 我说,四个丝条 四个丝条 在中一条呢 跟了众陀部分金分七零的 我真不所想 我说,我不知道佛林吃的因子是怎么来的 在下面呢,就讲到十四诗了 佛林自己讲 这个三个诗相当于三个诗 其他不是五合 这个五合当中就是一个十四诗 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十四诗 我是在十四诗当兵 十四诗在离开江西的时候 佛林叫来是五合之党 经过广东的时候抓兵啊,抓啊 但是我爸爸不是十四诗杀死的 我爸爸是第一把四诗杀死的 第一把四诗经过我家就杀死我爸爸 然后十四诗经过我家就把我把他当兵 就是这样子 这个十四诗在京门相传的时候 大概是佛林讲的 传到了京门以后 这个唐弯博司令官呢 刚好在这个地方 就择对这个秀兵兰的参加 他承诺抖这种军 这是一呗事后 因为想把战斗部队下来 你为什么叫军部线下来呢 然后他们都说 这是十四诗的部队啊 因为还没有临到军异啊 那唐宗佛一直呢,哎呀,像教法子,像乞丐啊,怎么要打仗啊 结果,怎么要呢,四十二团,十四十四十二团的团长 李光潜呢,就是经过现在很多武的,李光潜 他当时是忠孝代理团长,为什么是代理团长 他还没有自作的绑盘长,他是忠孝 那个,别人不是他们抓的,很多人没有穿军服 就是,没有,就烧电场了 后来就战死了,打死了,当然了 现在那个中列宿里面那个,这个明天啊 我跟你讲啊,那是不对的 因为那中列宿里面呢,那个李光潜啊,带头啊 这个金融猫身啊,冲啊,冲啊,冲啊 那个里面太假了,不是 不是,不是 但是,他说,冲啊,是以为十四十二团 他在白团一领长,说 我第二个五坪清几下,两坪把不上,三坪不联放 所以团长呢,没有办法自己就代仇成功,成为敌智能,因为这种正好。 不然前面讲了,四十一团要先从团长没有连到上,那个团已经到那时候的地方了。 我今天要感谢团长,要团长没有连到上面连到上,所以没有带到老师兄,马上。 我还有状态分析到现在,也谢谢他。 我这个四十一团,后来1954年以后就改变了,14次就没有了。 所以,那团长的兵团部分呢,我就解答到最后。 因为当团长以后,湖边就是电线经文了,就是经文了。 现在所有可以功劳,不是说湖边,又是所有马路,又是造营,做水护,什么东西。 所有公报都是福利,没有一个文献,讲。 因为湖边有一大票那些新兵呢,那些兵呢,很多都没有新水的。 不要说没有新水的,别人吃饱饭就不错了。 所以我就讲了,新闻的人,实际上无论是骨工啊,经文。 我是说,经文人,有没有一个人怀念这些新兵在这边做骨工吗? 。 下面我想帮到一身老兵的故事。 1949年,会抓来的新兵。 到了1980年的时候,又变成老兵了。 然后,戒严三十八点的戒严历呢,到1987年还是先过戒严历。 很多短位的因素,那个时候叫短位的因素。 那个时候叫短位的因素,那个时候叫短位的因素。 以及知识分子,还有所谓赢的故意者,就在里面调起一大汉。 就是持有了一个卫三名故意商所谓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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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父纪念过来,在那边活动。 拿着一个骑坐的手机。 抓我来当兵,送我回江山。 这是我的标语。 还有呢就是,什么? 什么?五清? 佛发娘吟。 望儿飞,红赃off空诱。 这是很细节的标语。 在那边活动。 然后到这些五清节,到语言本 bekommen了。 有一些外産的一些人家老婆 他們主持著一個小家合唱團 這個合唱團在京華女子中學 在她的合唱一堂活動 唱這個母親你在合唱 這個國旗用來表示她對四十多年的概念 在花青的十年年份 終於開放大陸老婆的彈性了 這個時候對我們是一個詞 九八七年的時候 我們田博士已經在五個月了 那個 因為九十九年抓了我好幾個堂叔 我這次床主她已經回來了 她就回家回去探集 那我家裡的飛行 家庭飛行就叫我特許 我母親看到我這次床主回去了 就沒有看到我回去了 那個時候就發現我還在京華院服務 不准我回去了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就非常久都非常為哀 我這個兒子怎麼不能回來開放我 她跟我的這些床主 就在一起去問 我的兒子在台灣到底怎麼樣啊 我的床主回到台灣 告訴我這些事情 我只有 我只有 只能夠還沒有辦法 我的心裡面真的是 非常非常難過 我在辦公室 做文的這個 我的使用詞叫做 無作文的這個戰略 但是我實際上是辦公室做文的 但是我也不能表現出的這個 我才能夠接觸 我才能夠接觸 填波斯 我那個時候在辦公室 我還能裝著這個 又無其事 我還能這樣 到了1988年 國旁不終於 准許跟公教人員 請假出國關公 我 我曾經打招呼 我說我吃一下 商場見一下我的老母親 你不准我 不准我回家 我到商場時間 我老母親 總可以吧 我老母親 這個時候 年紀也太大了 到商場 還沒人情 可以到 我到商場時間 跟老母親回來 我跟商店保證 我說 我保證我回大陸 你查到我 你又回大陸 是的話 我回來 你跟商場辦公室 我就 先去 這個方法不可 沒有人家 我那個時候是 實在講 是如故難言 我在文財看 我在文財上面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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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不是文財 我在文財上 等的一天文財 就是 《互聯冰台》 《亦死之憶》 我这一段时间呢,非常头脑,我说我夜晚十年,得到魏惠阳,我要感谢政府的德政。 后来,再过一年,这是1989年。1989年的时候,我的母亲透过中国大陆的灾泡,出去总会的这个途径,临过双藏,在双藏平均落,终于到了台湾了。 后来,她在台湾住了四个月,到了四个月以后,她也没办法在台湾住,反正,她说她要回。 她说,我的台湾就是电电影啊,我现在还要回老家师父,然后好啊。 那我说,也好吧,因为老家师父,老家我还有弟弟嘛,我还两个弟弟老家,弟弟招呼你比较好。 比如说,她眼睛,眼睛可以通嘛。我老家讲客家话。她在台湾呢,我太太不会讲客家话。 我的孩子也不是讲客家话。所以,语言也不通。她不停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够天天陪老妈。我上班吃以后,她就很无奈了。她竟然找到我回家,我回家陪她陪一讲一讲。 我老妈师父也不太好。回到台湾以后,来到台湾以后,我说,带你到台湾去看看亲戚朋友啊。 她说,她不要。她说,我来出去看看你。所以,我的亲戚朋友从同学来,她都看过了。 当中,我这个职名,他们一家里也看过我。所以,这些人他们都知道的。 到了,过了一点以后,1990年呢,我还运气很不错。 然后,我从所谓的不错就是说,我已经在台湾那边带下去了。 因为这种环境对我,我的牙头我太大,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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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美国的办法准时,我给我移民通知,说,你可以移民。 所以,1990年呢,我就接到这个移民的这个通知以后,我老婆还是送他给我去了。 那还那些事情没有出品啊,所以我就在台湾,还继续做。 我是1992年年初,才离开中投院。 当中,我离开中投院以前,努力断不太,不太,不太意外的事情。 今天有田伯赛在这里,我可以公开这样讲。 因为那个时候,中投院还没有做素抢活动。 素抢活动是类似于党组织的,叫做激光约素抢活动。 我的职位比较高一点,我还要担任指导员。指导员有点像傀儡一样。 我这样一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指导员,上面还有指导员。 上面的指导员就是给了一个工资文件。 你今天在会议里面,你要讲,你叫做指导大当。 你要照这个讲。光靠那一天,我就把指导员发走了。 这个指导大当就是说,开放老兵探心是引导政策。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讲。 这个情况是讲,我念念我念不下去,我的老兵下到了。 我就说,哎呀,什么叫引导政策。 你讲,我大概是这样讲。 你说,现在开放是引导,那不开放人家就不引导了。 我说,你对某些人可以开放他去,某些人不准去。 那对不准去人家就不引导。 好,这两句话讲了以后,我发走了。 马上就不能打小包包上去。 好,我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去中科研还干了这种功劳。 好,他没有把我怎么样。 但是我说到,处理人家的连终的警方。 处理人家的传统,处理人家的传统,处理人家的传统,处理人家的传统。 处理人家的传统。 处理人家的传统,你叫得少讲话。 今天这个事情,让他少讲话。 就是你不要,不要抖腿。 我心想我这个环境我也不要呆下去 听不懂,那美国政府就准时我移民 我说好了,我可以,就是这样我就辞职了 我要是讲你不好听的话 我那个时候,我现在不干的时候还有一个困难 我要辞职的话,还不快就马上走 因为我跟那个时候,我跟困难 要钱就要担两年 当时,为什么要担两年,甚至呢 是因为很多他们这个心境也担完两年 生活了一点东西就走了 所以说,一定要来就做完两年 那现在考虑聘书一写 我到了1992年,还没有担两年 他说,你要辞职的话,要花三个月薪水 我说好吧 那很多我的朋友就是以前我 我说我不干这个困难就可以了 那上面的小孩就不是一样东西 你先调理到一个博士讲究不好听的话 那个叫做比较老店 叫做一个什么研究委员会 当研究委员会 你在那边收养收养吧 那个位置是讲究不好听的话 他说,钱多,肃小,离家境 这是最好的地方 后来我老婆光好,那个年纪又回来了 光好房子卖掉了 他说,你还在这边干什么 有个在这边干什么 因为你在干什么 因为你在干什么 其实也没有前途了 现在孩子还是一样的 你就是当博士陪着孩子吧 因为你再过段时间 孩子也不是一样的 这个比最重要 我心想对 所以我60岁 我当时在我回忆路上面就写了 我在实际上 因为我当民的时候 还到了当民的时候 问我多少岁 我想少抱一岁吧 我少抱一岁 所以我的实际上年龄 是1933年之生 写的生命是1933 我是19300年之生 当时是 我这些人 我说 我能到你1934年 我是一瞒的主赛 我说 没有主赛就可以辞职 但是我那个时候 十分相当的理想 我是9赛 所以我不是 我不是叫做 致命归的退出 我是自权 自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别的体格也是一分 打扮你走 我说 这样子打扮我走 那讲完这个 我大概也是差不多了 最后 我要想讲一点就是 我的 隐身很平凡 但是我的招意 非常不平凡 年纪轻轻的 父亲被杀了 把他打扮你 后来我就 准备在准备上干了 结果 又被老兵 撒个班子 那很多人 有人讲 你为什么好抱怨呢 你 假如不来台湾的话 你哪里有机会念大学 你哪里有机会 所以我就是 所以这来 就是这个 部山人叫做 部山人叫做 部孤独占 你你想 你要是留在大陆 你会有这个待遇吗 你能不留位置于休门 你还能不能 管家给你中共啊 还能躲过我的阁 我說這個是不知道的事情 我留在大陸就會要走過文革嗎 這是不知道的事情 進入在我1992年第一次回老家 我老家的人有一個通靡經驗問我 你要是沒有發到臺灣的話 你再看老家也在討厭 我說我怎麼樣是會離開老家 你們知道嗎 你們現在沒有錢 你就因為我在臺灣的少爺 他那個時候你們老家裡很窮 他覺得我們在臺灣的人都是很有錢 很有辦法 我再說一下就是 我在念審慶大學幾年 我在陸上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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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一個 同一個部隊對照同學 但是你今天好了 我說怎麼說 你因獲得佛啊 你才能夠見大學的 我說你是無可的 無可救人 那後來 那後來 三年前 就是 軍校六十五點 十年 就是我軍校畢業六十五點 回應軍校的時候 我就 控告這位軍校 那我的心想 你今天還敢見 還敢跟我講話嗎 我今天 回到軍校來 我說我 回軍校 不需要怎麼樣 我實際上 我實際上 表示我還在 我還能夠回來 這個 張博士給我 傳過的一部隊 有教訓一下 他的父親回家 叫我 所以 他因為 我今天 身體還好 還能夠 回來 到這邊 出席這個 座堂 的 做 唯一是做 見證 他 就能 祝福我 因為他的父親 已經 先吃了 過吃了 我今天 在這裡面 我要謝謝 這位 教訓的 祝福 我今天的報告 是 謝謝各位 請多期待 好 我也要用麥克風了 我們剛剛 講的 這些 我覺得 等一下還可以問一些問題 如果等一下 有空窗 如果說 我們今天 剛剛談年五 所以 對談 我們剛剛設定了一個秩序的概念 就是 在講到說 這是時代的悲劇 然後 或者是 可是在時代悲劇 我們剛剛想一下 這個時代悲劇 難道沒有人為這個時代悲劇 所造成的負責嗎 感覺好像 這個時代悲劇 就是一種歷史的偶然 可是他這個 這種 講法 會變得很奇怪 這個偶然其實是去 有很多的藝術所造成的 那個悲劇是人造成的 他們是天災 他們是人物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 可以再去討論 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一件事情 到這個 他是 推到現在 劉先生的 處境 告訴他說 他現在過得不錯 怎麼很好 所以他把 中間的所有的過程 都把他用一種 連結 把它連結在一起 那實際上 在 如果大家有看 那個David Green的話 他會講說我們的英國的聯繫 其實是來自一種 想像力 來自一種習慣 他之間沒有任何的必然關係 就一個事件到另外 因為他到下一個世界 他可能變得另外不一樣 比如說一樣都是抓夫人 抓夫的情形 就像他當時在他旁邊的朋友 被那個炸彈的彈片所刺傷 一樣 他就沒有那麼好 就沒有那麼幸運 所以 所以在這個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 去建議起說 如果說 我們可能是在 反過來 用這種 歷史的必然性來講 用想試著去找出一個 有一個必然性的觀點的話 我們可能會忽略了 中間裡面有太多個人的因素 造成的 是他可以原本不會這個樣子 他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情形 那另外一個 我們 我覺得可以 可以去談的時候 就是說 當然 我們以後在那個 FB的留言要小心 因為有人會記下來 在這個上面 都要念個清楚啊 名字 借了很多字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留言的時候 可能稍微想一想 但是裡面當然也有一種 酸酸的那個心理因素 當然他講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在每次在講說 這是時代悲劇 時代的不得已 時代的 好像我們就必須 一定要接受這種悲劇 好像我們就 沒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來去面對悲劇的 只能接受它 或者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接受這種 歷史悲劇的偶然性 不斷的發生在後台身上 所以可能 用歷史悲劇的方式 這種說法可能會掩蓋的 讓我們去探求原因的那種 或者是迴避真實事情 發生原因的一種藉口 那接下來我們請 曾教授 今天的我們會有這個活動 最主要是曾建宇教授 他所促成 所以大家請熱烈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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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這也是一個非常難的歷史的一個機率 可以和 劉行貝先生 在這個 這樣一個場合 來 聆聽 傑先生的故事 他人生的故事 這是他人生的85年的故事 可是 他卻貫穿了這個 臺灣 從1949年以來 跟中國大陸之間 這種關係的 非常複雜的一個歷史 然後呢 這裏有限制到就是 我們臺灣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階級 我們對於過去歷史的 我們的認識 我們會發現 比如說 彼此之間好像 雖然都住在同一個島上 同一個國家 可是呢 我們對這個 我們 是不是有跟我們 共同的歷史的記憶 這個地方 我們事實上 可能需要 再多做 更多的反省 那我接下來就說 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機會 來接觸這樣的議題 其實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跟 有個報告 其實 這個 因為 歷史真的是 很多偶然的因素 所造成的 其實我應該算紅樂的代理 因為我父親是 中國共產黨的 底下黨 但是我父親是 臺灣人 那 當年 這個 2月8日之後 我們一群同學 參加了底下黨 然後在1949年 他們 非常的期待 這個 中國人民解放 來解放臺灣 當時臺灣 又 說 再致命 那 可是呢 這個 這個 歷史就是 非常的 非常奇怪 就是 我父親很多同學 他們入獄了 到獄 後到紀念 入獄了 那 1957年之後 中國大陸發生了 這個反右派鬥爭 那麼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 就是 1957年 今年是2017年 60周年 那麼 前陣子在香港 有一個反右派鬥爭的 紀念的 維他會 那麼有很多 反右派 幫你被中共 報為右派的老人 要到香港 紀念這樣的活動 被中共 這個主持 好 那 1957年 的反右派鬥爭之後 讓許多的 沒有在老裡面的 台灣的支持 對於 對 中國共產黨 在大陸的統治 就是 突然他的一種 寄望 他的這個 這個 影響 幻面 那 在刀裡面的人 他們 能夠支撐他們活下來 卻是靠 對於 那個 那個 中國大陸的 解放台灣的 那種想像 支撐他們活下來 所以 在日後的 這個 歷史也發展當中 直到 這個 這個 九州戒嚴 相當 相當一段時間 要到 兩千年之後 這個 甚至是 那一代的台灣人 他們 我父親那一代的台灣人 他們 才 開始 重新 彼此間 重新認識 這個 歷史 對話的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在勞里面的 他們出來之後 他們幾乎年 當時也都要去北京 參加 十一的國情 因為那是支撐他們活下來的 一個力量 可是呢 沒有做到的 在沒有做到的 他們 這個 認為說 台灣人的命運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好 那 這個 我父親是沒有做 沒有做到的那一批 可是呢 因為那個歷史的這種 抹去呢 使得他 對於這個 世上的一個 這個族群的關係 那麼 在我們家是有點敏感的 所以後來這個 我結婚之後 我娶了一個外省人 胡連兵團 胡連兵團 一個學三的女人 那麼 那我的岳父 我沒有機會見到他 因為他比較早過世 那麼 我也 非常得自己的 感到 有點慶幸 就是說 還好 也許是沒有照理過世 我這個婚才 婚才結得起來 因為他們 因為他的父親 我的岳父 他們的很多同學 他們 非常嚴厲的批判 台獨分子 那時候的父親 他們的那些同學 他們也會嚴厲的批評 這個外省 講家 怎麼清理台灣 可是我卻是 在不同族群 然後 然後 我理解了一個非常 對我來講 我覺得還蠻美好的一個風靡 也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未來為了後代的話 後代 他們的祖先是吵架的 所以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讓 這些台灣人的祖先 他們和解 不是和解 是我們祖先要和解 那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後來就問了我太太 說 我開始對這些歷史問題 感到興趣 那麼 但是 我的 怨母 對於她的丈夫 過去的這些經歷 完全不瞭解 就像我母親 對我父親 過去的經歷也不瞭解 為什麼 因為她有些政治上的感性 或者是 或者是 那個人生 太悲哭了 她不願意讓她的家人 去承擔 所以她們都對她們招呼不太了解 那 我對這樣的故事 其實是非常感到興趣 所以我就不斷地去挖掘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 我後來才告訴我的 岳母 告訴我的太太 我的岳父呢 是跟著父親的部隊 到台灣來的 他們也才知道這段歷史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 我的岳父來到台灣這麼久 可是呢 她過來結婚 她的家人 都不知道她過去 到底在幹什麼 那我最近呢 也接了這個 兩個研究計畫 都跟會的 應該有關 我們做了一些訪談 針對一些老朋友做訪談 有幾個老兵跟我講 就是說 有幾個老兵 那我覺得是 其實這個 他們這種心聲 其實蠻有代表性 他們告訴我 他們的故事 他的太太 不想聽 他的 兒子 他的孫子 也不想聽 他很意外 竟然有人 要請聽他們的故事 我做了好幾個 老兵 他們都告訴我 這個事情 也許是因為 我們現在台灣 這樣一個 時代的這種氛圍 所以 他們 很多人 有說 也不太願意去談 過去那一段 也許 台灣現在 也許 這個時代氛圍 或者是 族群政治的發展 讓他們 有點確骨 但是 我覺得 對於 這些老兵 他們 在這個統兵上面 他們的確 他們流血流汗 甚至 奉獻出生命 不管他是自願 還是不自願 他都對我們 這個島 對我們這個國家 做出他們 巨大的貢獻 我覺得 我們應當去 重新去認識他們 傾聽他們 然後 理解他們的故事 然後 對他們 擁抱 寬容 很愛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非常重要 也是我們台灣 是一個多元的 也許我們是一個多元的 族群的 一個社會 所以呢 我們應該創造一種 社會的機器 讓我們彼此能夠去聽聽 彼此不同的故事 然後 互相的體諒 甚至互相的欣賞 我是覺得 這是 我正好處在 不同的族群的 這個交界 因為我是客家人 可是我的母語是 米南語 富拉華 然後我從小在台北長大 所以我國語都來講的比 米富拉華還要好 然後呢 自己的 我的太太是江西人 所以我正正主在這個族群交界 可是自己都造就我 就是一個台灣人 台灣人就是這樣 因為 我的祖先 我的祖母是中黨人 那是道卡斯族 這就是造就我 就是說這些不同的族群 他們造就我 從來就是 今天我這個樣子 所以 我希望說他們的故事 能夠在我們這個 這個國家 實實在流行下去 然後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 如果我們有談到 幾個歷史的一個 幾個 重要的歷史的背景 這個 胡連的部隊 它當初是在1949年 在江西重組 然後 最早的時候 這個 這個兵團 他們的確 早期是想要在這個 江西 福建 廣東 這個山區 就是過去 共產黨 中華索拉 共和國 全面堪拘的那個山區 他們早期 曾經有這個構想 在那裡當有幾 所以呢 為了因應這樣的 在當地建立有幾基地的需要 所以在當地成立的這個 陸巢 軍事 政治 幹部學校 那我的岳父 是江西人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去報考了這個學校 所以 他們這個 這個軍校的學生 他們對於 胡連兵團的經驗 他們的記憶 跟羅博士 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因為我的岳父 他是 他是那個 高中定業 然後主動報考 然後他們一群同學 翻山月底 或者躲避共產黨 然後來報考 所以 然後 我們從史料 可以很清楚看到 大頭兵跟學生兵 大運就是不一樣的 這些學生兵呢 他們一路上 就是被軍隊 這個 層層的保護 然後呢 其實這個時候 就是 福建 廣東 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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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共產黨 所以呢 是軍隊 保護的這些學生 從江西 一路打出來 一路打出來 那 所以我的岳父呢 當年 也是十七歲 他是步行的 從他的家鄉 封城 就在南昌的下面 這樣步行的 走到台灣來 所以 我在想說 在那個時代 這麼多的年輕人 他們 這種 離散 流亡的這樣 這樣的經驗 而且 不是少數人 我們當年 這個 台灣六百萬人口 我們在1949年之後 來 兩百萬是大陸的軍人 那麼 這個當然對台灣的社會 造成很大的衝擊 那麼 那麼 這些大部分 都屬於一個人來 很多人他們是孤兒 或者是他 是一個 沒有 沒有家人 沒伴 然後 軍隊就是他的家 甚至什麼 他們的軍 他們的軍長 就像他們的 兄長 那樣 形象 所以呢 對於 我的岳父 他們那些 老兵來講 就是說 他們 跟 不同的 不同的 這個 不同的 歷史的經驗 他們會把這個 老婆爺 或者 講中證 就好像 看待自己的父兄 那樣的 看待 可是這個看法 特別是像 我父親的 曾經 受到這個 白色里 比加坡受難 那個感性 是相當的 差異非常大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們台灣 大家共同要去面對的問題 然後 劉婆婆 他曾經嘗試 就他的這個 遭遇 在 馬總統 執政的時候 他曾經向 國防部 向總統 陳琦 那麼 國家可以對於 當年這些 被迫 被抓兵 來到台灣的 這些老兵 國家是沒有可能 給予什麼樣的一種 補償 或者是 怎麼樣形式上的 一種 一種 衛服 但是這個 那個結果是 病人感到 覺得有點悲哀 就是 總統把案子 就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又送到國防部 國防部又送內政部等等 最後就沒有嚇我 那 內政部當時曾經給了 一個訊息 就是說 我們 我們台灣有一個叫 國軍軍事起務 致人民傷亡 損害補償條例 他說 也許如果你的證據充分的話 也許可以按照 這個補償條例 國家可以提供補償 國家可以提供補償 的確 劉伯波的父親 有這樣事實 那麼當時 政府給劉伯波的訊息 就是說 那麼如果能夠提供證據 那我們 也許國家再來考慮 怎麼來處理 這個案子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 劉伯波呢 被這個 內政部的官員 說 被他複猶了 為什麼呢 因為 被國軍軍事起務 致人民傷亡 補償條例呢 他有限時間 跟限定率 限時間 是美國38年 到美國 這個 70年 地鐵呢 只限颱風金馬 所以呢 其實 從這個法律 立法開始 但是 劉伯波的個案 就根本完全不適用 這個法律 所以呢 所以呢 對於 在 民國38年 被 被 這個 政府 或者被 國軍呢 從大陸 集資制補 奴 奴 或者是 強制 帶來台灣的 這些人呢 其實我們 目前我們國家 沒有任何的 制度 任何的法律 對他們 提供賭償 或者是 肯定 肯定他們 可能對這個 我們對這個國家 成用的貢獻 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制度 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的話 我們怎麼來 來談這個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所謂的轉型正義 或是歷史正義的問題 那麼顯然 這個制度 解決是一個途徑 那如果制度 不行的解決 它有些困難 因為 如果要算這個 在大陸的時候 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 那些賬 那可能 很多台南委員會講說 為什麼這個賬要台灣人來承擔 那這個賬就算不完 因為從 國民黨也許 從這個 這個賈中正侵犯開始 哇 那個 那個 那個歷史的賬 永遠都算不完 那 有沒有可能 我們 我們透過政治的解決 或者 透過什麼 透過文化 透過文化的力量 透過這個 文學的力量 或透過歷史研究的力量 我們來 用民進的力量 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或者說 在法律之外 我們的政府 或者我們的總統 有沒有一個歷史的高度 一個政治上的高度 為了促進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國內的制度團結 我們組織的彼此之間 重新認識和和解 甚至也可能 影響到兩個關係 我們怎麼樣來看待 這段歷史 我覺得 也許是我們 今天這台這個轉型 真一樣 也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然後 最後 也許 政府 過去在 國民黨政府的時候 他沒有 即時處理這個問題 今天民進黨政府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還不知道 我也希望說 蔡總統能夠 其實能夠把握 他 也許只有四年的 擔任總統的機會 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因為 這個 我們也許 歷史賦予他的這樣一個 他這樣一個 責任 那 因為 因為 我們最近的 研究 跟 各國民黨的家屬 有所接觸 那 國民黨的家屬 他的孫子 這個 現在是一位牧師 他因為他今天出國 所以他本來 也希望說 能夠到 我們的會場面 來對 游我過來之意 他就寫了一個短信 請我幫他念 我想這是 他當然不能代表 無連也不能代表這個國家 可是我想是一個 無連家屬的一個心 那我就 拜父母 明月牧師 來念他的一個短信 劉國國平安 為民國38年 9月份 先祖父部隊 對民父親之對待 深感遺憾 虧錢 那一代 中國的歷史 造成了許多的苦難 願神的愛 親自 讓我們能走出 傷痛 也求神的恩典 祝福劉家的後代 自此順順 敬祝 身體康健 晚 弘隱樂 敬上 民國106年4月5號 所以這是 這個 福利和孫子 對 劉國國的一個致力 那 另外呢 剛才劉國國提到 就是他 他的父親是 118師 118師 殺害人 118師的師長 就叫李肅蘭 古丁頭大戰 當中立了大功 就是這個118師 所以呢 這個李肅蘭的部隊 後來被封為這個虎軍 老虎的虎 虎軍 所以在古丁頭大戰 就是說 李肅蘭 在廣東他有抓兵 然後他也的確 在胡連的文獻當中 胡連也曾經 折罵過李肅蘭 可是李肅蘭 他卻在 武林頭大戰當中 他建立了很重要的功勳 那另外呢 司司師 就是抓 把 郭伯伯抓來台灣的 這個司司師 他的師長 叫 羅西丑 羅西丑的女兒 我想大家都認識 定位認識 他的女兒曾經擔任過 這個司司長 福建省主席 就是羅恩允許 我們前任的 法務部長 建立福建省主席 洪詐文被委員長 羅恩允許 那 所以 你看 就是 我們台灣這麼小 這個 親人仇二 最後 大家 都生活在家裡的空間裡面 我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要怎麼樣彼此對待 好 好 謝謝 不過剛剛講的 玉佩 我可能 就稍微 當那個1957年那一年 當然講的反對舞派 實際上很多人覺醒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 綠島裡面 關了兩種派 一個叫白派 一個叫紅派 那 紅派是稱之為就是 主張要 以共產黨來 中國 我們知道中國 來解放台灣的那群人 也被 日本也被抓成 另外一片白派 是主張台灣獨立 所以他們大概 紅白這邊 在 綠島裡面 其實畫的 常常都在做 意識形態裡面 之間的教練 當時的台灣民主主義 也從這個地方出來 然後 以及 到底共產主義是 民主主義還是國際主義 但1957年其實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日子 剛好在台灣 可能剛好是 像曾老師講 畫面的 那個年代 那另外一個在西方 是從1956年 蘇聯入侵不達佩斯以後 的隔年 那大概是 我們看到 所有他們 對於 所有蘇聯的 畫面 集中的畫面 也包含說 看到那些 重要的 歐洲的知識分子 對於 蘇聯畫面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人 一個人的時刻 剛好很歷史的 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 鄭老師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傳統在思考 人 你是什麼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 習慣用父親的這種 作為你單一的情人 可是如果我們反過來想想 如果說 你從個系統的角度來看 每一個人其實他都有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上面有爸爸媽媽 那如果你在其他國家的時候 大家都會驕傲說 我爸爸是從哪裡來 我媽奶奶從哪裡來 我外祖父從哪裡來 其實每一個人其實是有 多元的起源 他不會只有單一的起源 單一的起源 是一個政治決定下的結果 它並不是一個 非 就是 它是我們想像的一種 或政治建構下的起源 或是政治虛構下的起源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剛剛 曾老師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是說 在他身上裡面 不管透過他的妻子 或者透過其他人 他都可以發現到說 有這麼多不一樣的起源 然後以及不同的 不一樣的來源 其實它是非常豐富的 它也豐富他自己個人的生命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脫離 你那個政治意志情態的 某些化言 那種單一的起源的建構的話 可能人也可以從這種 那種歷史的 歷史的 那種身份的決定 就是影響你自己 你的身份認同的思考 也可能會比較寬過一點 這當然是我剛聽到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現在就 因為還有半個四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們開放現場的朋友 然後一次三個問題 然後每個問題 你一分鐘 然後你可以做comment 然後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問題 好不好 好 來 看你怎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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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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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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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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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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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我可以留得走,但是我根本失去了,當你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忽然之間來的情況,不知道怎麼樣應變 結果晚上,到了沒有幾個晚上以後,新華特約那個茄子,就到了那邊,上前,上前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就上前了,上前以後就走了 走到那個茄子把我們放下來了以後,那已經是不知道什麼地方了 那個時候就跟我們拼了三個隊,大概三個隊 就是幾個老兵鴨肉,然後就慢慢走一路走到了山口 到了山口就在倉庫裡面,倉庫裡面關了幾天,我現在也幾乎很深 然後就上了一個船,上了船以後,我那個時候身體也不太好 結果因為船內一路下來,大概也差不多一個月吧 到了船上以後就在甲板,我相信大概是不是當初騎呢,我不太很辛苦 到了甲板上面,就躺在甲板上面,體倉 因為那個時候我又陰台,所以我在肥河上面寫得很清楚的 那個船,那個甲板旁邊都是大小便 我根本是躺在那裡躺到不知道幾天幾天 然後就到了金門了,到了金門以後我也不知道金門 也不知道就下台了,下台了 下台以後,山台上面一個人分了一位媳婦 那時候我從上船那邊的第一刻板 因為我在船上面嘔吐啊,雲船啊 船那邊人動都不能動,沒有死就不錯了 下台了甲板以後就吃到那位西班,然後就開始就走了 走以後呢,在路邊呢,他們的兵呢,很熟悉的時候 兵呢,就是抓那個地花呀,抓那個地花呀 我的印象中就是這樣,我的老上媽就說 哎,這個地花給你,那個戶子也不知道多髒呢,實際上 才穿了幾天呢,那他的戶子這樣採一採給你吧,就吃了 所以我的印象中就說,這顆地花呀,是我一生當中最甜的地花 然後晚上,就到我們一個地方,迷迷糊糊糊啊,就睡著了 然後呢,已經被他唱出賞了,打到了,打到了 那很好啊,剛才就講的 那個廖壇呢,遲遲連絡了,沒有把我們帶到最甜的樣子 第二天,你就去吉利建堂吧 十七歲的小孩的孩子啊,十七歲啊 看到那個路邊呢,那個死的,那個做齊人的 哎呀,心裡面發毛啊,這是母親啊 那個船我不知道,所以怎麼打仗,我是在家裡 不成,不很清楚 對於這個古迪洛建議,我就只知道的這一切 我們是一幾團呢,你的單位呢 我的單位叫四十一團 十四十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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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去就是定嗎,對不對 你剛去就是定嗎 傳到,我不是一戶啊 他各沒穿到冰褲 沒穿到冰褲 沒有穿到 打人以後,才穿冰褲啊 沒有穿冰褲,就燒電打 沒有穿冰褲 沒有穿冰褲,就燒電打 好,那我們就 謝謝瓜哥,還有主持人 李愧欣,謝謝 謝謝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呢 我記得聽到一個巴夫的一個老先生 親自經驗 我記得聽到 那麼,請問你怎麼看 也許你沒有經過的事情 公共黨怎麼打敗 也許你沒有參加 但是我還很好奇 你怎麼看 公共三年就把大哥丟掉了 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請問三個問題 您再幾個問題 第二就是說,曾老師 我已經跟他朋友 他剛剛提起的事情 沒有很感動 因為現在台灣的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 我們以為是一個真的 不要是假的 族群對於是真的假的 不太清楚 是否真的有族群對於現在 還是一個假像之心 還是他真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這幾年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真實的 還是一個 其實沒有這個事情 還是他是另外一個現實的 是屬於歷史的想像 還是一個 什麼本質性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 我很好奇 他到底是什麼事情 因為我是所謂的 聽我過語的時候 我是一居人子弟外省人 可是我不太知道 為什麼有一些好像分寸很恨我們 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 什麼講公砍頭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做這個事情 二二八也不是我們做的 那你剛剛言語中好像追這個元兇 好像有時候 我們這個頭上有一個陰魂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承受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真實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每次進到二二八好像我不能害怕 好像我們變成二二八受害這些人 我有一種感覺 不敢去 那你怪神 你當地就是講解自己 那這種事情呢 我覺得是真實的還是假像 還是說 財徒他是用這個來做一個競選的議題 以鼓動更多的民粹起來 我們也不知道主權 因為我們不曉得這些 嘴上是不是真的行的問題 很恨蔣介石 要這樣做 因為他現在已經走了很多年了 跟我們小孩子已經有直接的關係 這件事 我們對臺灣族群對比 我是不太理解 我沒有說誰這樣做 我沒有說誰這樣做 因為我們沒有機會 覺得自己有問題 但有些人很情緒化是真的 我們也很難以很厲害的人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釁 所以呢 我們也看到來一個朋友 他認為實際上 剛剛這個建元圈講 我有朋友啊 他說那這樣實在不行 那解放軍來只要快一點 要針對這個砍頭什麼 這些人 台灣今天是有一些 它是急遽的就有兩根人 一定會出來 他們會衝突 衝突 衝突 我覺得這個問題 剛剛鄭老師這樣講的 我覺得很感動 那在民進黨的院內 這個事情是不是有可能 或者某種程度 去理解它 我不敢說解決它 那如何理解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這事情搞了這麼久 已經變成一個實在在的問題 變成一個實在在的問題 別人去趕碰說 你不是奧二八 他不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傳了我的朋友 像五十章 那一些外神人說 我認識很多外神人啊 或者他也很可憐 那這樣解決沒有 別人去憑了沒有 別人去憑了沒有 因為我也殺一個人 這樣就憑了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還是要去想 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剛剛鄭老師找的問題 我覺得很差異 所以他一個謀略帶到 去想這個問題 那麼當然這個 台灣的問題是有點複雜的 有點複雜 我們也沒辦法解決 剛剛換幾個票 不過我回應剛剛 有時候講的 關於抓複的問題 所以講一下 大概十年前 我看到一個好不孫先生的 好不嫩 他在電上講抓複 他們怎麼抓複呢 因為為什麼抓複 你知道嗎 抗戰中國人不當兵 你曉得吧 中國人不喜歡當兵 日本人是很勇敢的 日本人不怕死的 所以中國人 中國固定是以十打億 甚至更多 才打到一個日本人 一個死 一個日本人死 十個中國人 那麼 那邊當兵 好不容易抓複雜 路上那個是牌頭臉著 他抓了兵之後 就放在倉庫裡面 哦 倉庫裡面 可是呢 突然跑掉了 那他怎麼辦呢 好伯伯就把他們的草身綁起來 綁起來之後呢 還是跑 他怎麼辦呢 和他想的一個辦法 就把複子脫掉 所以年輕的兵 十五六歲的時候 沒有那個不穿複子 這樣跑不掉的話 然後有些還是跑 他就不跑掉了 那我們抽了一千萬兵 所以說 你說不是悲劇 他也是悲劇 也是悲劇 就是說 很多人在這個情況下 他沒有辦法生存 中國兵沒有辦法打仗 是因為沒有飯 吃不飽 一定只吃一頓飯 那包子彈呢 好不會講 我們兵子彈是六發 而且還不同兵 有捷克兵 捷克的槍 就是早點往西來買的捷克槍 會有德國槍 美國槍 土槍 日本槍 什麼槍都有 六發子彈 雖然抽完打仗之後呢 放兩發子彈 大陸 日本人來卻逃 他日本人裝甲車彈 所以整個中國戰爭其實是蠻慘的 它不說悲劇也是悲劇 因為你用這個中國世界的戰爭去 對於西華戰爭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固定 所以在這種歷史的反差裡面 我們在大陸的這些調戰爭 看這些事情會重新逼去判斷 台灣可能受害人 對不對 我們受害人 你一直迫害我 講就是來的時候迫害我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歷史的反差 和情感上的這種反差很大 我們歷史感受之不同 所以剛剛鄭老師說 這張爺只要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起碼要對話 英國不是證明證據原本 回來就對話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 藍對藍綠對綠 因為我有點別人難講 那紅對紅獎 對不對 英國就是這樣子的對話 那是不是將來在這個 英國這個地方 不可能有一個平台 來領個對話的同學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要請那個鄭老師 來設計一個這樣的平台 因為我覺得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把一個時間點 先可能要釐清 就是1949年之後來的這些外神 其實是跟二爸沒有關係 然後還有一個思考點的方式 當然是一個政治哲學思考點的方式 就是本外神人的衝突 對誰有幫助 通常是對同事者有幫助 就是他把這個不相干的人全部拉出來 所以他會讓我們避開誰 真的應該負責任的人 他會模糊加害者跟受害者的問題 所以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能都是受害者 可是受害者之間的對立 那我覺得可能比如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蔣介石同向的問題 可能也是一樣 那個同向問題 這個問題呢 他會變成 如果他萬一變成 人民跟人民之間的規例的時候 那我們要政府要幹嘛 就是他不願意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一個問題是 通常這個衝突跟規例 我們需要一個政府 當然在解決這個衝突跟規例 反正透過剛剛講的對話的方式 就是文化的方式 賠償的方式 不管怎麼樣的方式 希望把那個消滅 可是誰要去維持那個對立 那個背後才是有政治操作的 就做我們一般來看 一定是對某些人有利 我們先回答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來第三位 剛才講的 你想讓我對國民黨的看法是不是 對國民黨大陸失敗 怎麼回事 我先打個岔 今天這個題目 抓拼 沒有道歉的時候 本來這個題目 因為對我並不是很適合 好 因為我前些時候 有 古一位野心教授 他就找出一個 烏濟章這個人 在網路上才出名 烏濟章就否定國民黨的路抓兵 沒有抓兵 是非告之真兵 我要你當兵 不是抓你兵 我想這是狡辯 我不知道這個是狡辯 我在網路上面就是啥 我不知道的狡辯 非告之真兵 不是抓兵 不是抓兵 那網路上 後來他跟我 在網路上面 吵架一樣 他說 劉熙光 劉熙光是我的本名 劉熙光是國外 我就說 我不是國外 你要抓兵 我早上很多很多會抓的兵 我不是國外 那很多人 有些人也幫到說 抓兵是有嗎 無可否認嗎 所以 講抓兵是不道歉 因為我很特殊 我還念了兩個手術手衛 有些人就講 你是受益者 你不是受害人 你不抓兵 你哪有機會讀書 你哪有機會念大學 你哪有機會到他 手術手衛 就在前幾天 當這個人的廣告 呼吸信號 我轉變一位 中科學院的同事 以前的同事 不是這位田田田 是另外一個同事 這個同事就類似 他自己 他說 這個事情 誰沒有委屈啊 委屈 當這個人不委屈嗎 你不用再講 不用再講這個事 好像我 本書世界的作單 可是多於的 實際 錄音 對我警告 說 這個活動的平台啊 是怎麼樣怎麼樣的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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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空的平台是 民進黨派的 不知道 我說 我是講 我是講 我的今天事實 我的經濟和評論 所以 剛才 這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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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還有很多 國民黨朋友 我 早就沒有參加 國民黨 我不是國民黨 我否定了 甚至有 一位朋友 讓我 表示國民黨 補習要選誰 我說 我已經退出國民黨 二十幾年了 我沒有資格選 所以 我也沒資格評論 那今天 我還是這樣子 打開之前 我對國民黨 不做評論 謝謝你 我沒有辦法 達成任務 好 請問 請問 不過總是你要講之前 我們剛剛 那個 你聽到的事情 剛剛 他對我們 職業星球的評論 都是真的 沒有開玩笑 對啊 就是說 這個事情 反正他都會有標籤 就是 等到我們今天 談完以後 談完這個論題以後 大家也會 對我們 也會貼個標籤 所以 那個標籤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去避免的事情 那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 這個 心頭殼來訪問這裡的時候 他問他說 你們這裡 是不是都是台獨分子 那我會跟他講說 我想說 根據民調 台灣有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主張態度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現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主張態度 我們比較可以這樣講 因為從來我們不會在這裡問 大家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 但是我們歡迎表態 只是不會去問這個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啊 您願意來就代表這個 您真的不怕被清算 哈哈哈哈 來 劉老師 您好 謝謝您跟我分享很寶貴的人生故事 那我想請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您的故事裡面提到您在六十多歲的時候 移民美國這個事情 但是 移民在台灣總科院這樣這麼敏感的機構 跟所在台灣這麼多的貢獻 雖然美國允許你移民 可是我們年輕人聽到的時候 特別不太能夠理解是說 為什麼那個時候所謂的軍方 或者是中華民國政府 會願意讓你離開台灣 特別是我稍微估算一下那個年代 您走的時候大概是1997前後 但是在1988年的那個時候 台灣已經發生了那個CIA的 張憲義先生 對張憲義先生的那個核彈的那個事件 所以說台灣的確那個時候 已經有一個這個例子是 台灣人有這種 特別是這種軍事的一個問題的發生 所以說縱使已經相差將近十年了 但是在您有這麼高的攻擊 而且您也是中科院這樣軍事機密的單位 怎麼會那個時候的那個年代 您走得出去 就算你的小孩老婆走了 您本身怎麼能夠走得出去 縱使您已經被降溫了說 三個多月那個時候那個事情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您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曲折 跟不同的階段 那我們晚輩非常簡 簡要的如果把它就說成是您 您17歲以前跟17歲到您60歲 離開台灣的中間這個壯年的部分 到最後您也到了美國20多年 那在這麼多的那個階段裡面 您自己的心境上 您怎麼看待您自己所謂的 身份跟文化的認同 您的根是什麼 而這個我提的這個詞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說 只是所謂的國籍或者是語言 或者是地區這樣的一個這個政黨 我們應該講的政黨的事情 可是很廣義的是說 您怎麼樣在人生的這麼多個階段看待 您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您怎麼在這個 特別是您當初在一個所有的秩序 國際或者是國家的秩序崩潰的情況之下 正在建立的當中 大概是您的最後的老年 您怎麼看待您自處於這個世界當中 這個您可以也許您願意從你們 然後說您自己的文化的觀點 就是國籍語言 或任何您願意給我們分享一下 看看說您自己怎麼看待您的 您是誰這樣的一個問題 謝謝 謝謝你給我機會存明一下 張憲義在中考驗的時候 他是我的鄰居 同一個巷子 住在同一個巷子 天天坐交通時可以看到 看著照片 他逃出去的時候 跟我離開中考驗的時候 當然我離開是1992年年初 但當時張憲義是在前面跑掉的 我沒有那麼重要 我不是什麼重要的 中考驗 所以我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1990年 我的太太小孩離開以後 我相信雙邊對我 就採取了一個 異防的措施 就是 填摩斯知道 我太太小孩離開以後 中考驗大概就是 覺得這個也是不值得再重用了 我就相當於比較 慢慢慢慢就 不參與的這麼多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我要離開中考驗的時候 已經不重要了 這是我們黨的 下面就是 講到我的隱身 這些 我離開台灣以後 我在美國 我是不問 不問世事 明明不問過我的 我的日子 沒有辦法 我只不再把孩子培養好 叫做一事不增 不知道是適應了還是不適應 我出版這本回憶 我出版這本回憶 就是有些上面寫得很清楚 剛好在一個讀書會裡面 碰到一個台南成功大師的 教書退休的 在那邊 大家見面聊起來以後 都是請大家的笑容 然後就是有個電話 把我們再聊 然後再聊 這樣以後 他就送給我一個 他的回憶 然後 然後 還是 我也如果回憶 我說 我不想出版 我不想 我回憶的時候 我是五十歲的時候 開始寫的 寫了一段 然後六十歲以後 到美國以後 有寫了 我就整理出來了 然後 然後 一段時間 就趕出了 就寫一段 由於趕出寫一段 所以到了 出版那一年 我已經早就收攤了 我就告訴我孩子 我回憶都 到此為止 不再修改了 就在那麼一 兩個月 就碰到 麻教書 麻教書說 你寫完了 你幹嘛不出版呢 我說好吧 我說出版吧 那我的孩子 那一天是老爸 要把那個回憶都出版 孩子說 好啊 你出版啊 我們三個孩子 每個人出多少錢 所以出版的費用 是我孩子出的 我把那個以後 公開到我父親 被纏殺的經過 我心裡面是非常痛 那有些朋友 看到我的回憶就是 哎呀 你還有機會看到你的母親 算很幸運啊 別人連母親都看不到 因為那一批被抓的經過很多苦 真的是 母親會回憶 回去他不看見 就母親都看了 啊 啊 那這三年來我出版的 以後我就上馬總統陳選 馬總統陳選 不想理我 後來我就接著再向他寫信 就說 我從美國 一定要回來 投票支持你啊 啊 啊 你 然後他就說 我已經等到神經驗了 你的年代太久了 你要拿到靜民來啊 啊 我就叫老家出處找靜民啊 老家找到靜民以後 武漢部就是 就是 反正政府就說 這個要海敵會靜民才能夠消 大陸的靜民不得宋啊 大陸在歷屬世界也不能夠談啊 啊 所以 我後來這一個轉捷 我經過三年呢 非常功夫的 我投稿 報生不開 報生不接受 世界一報我也投稿 投稿 講這些 沒有報信任意還能 後來是 光報結束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 是光報的 這個 我 這三年的一支 轉折 我寫出了一個 又如如的稿子 我印好 老師印叫做曾教授 我這一個稿子上面 我這支序裡面 我就講 我說 序言法師講呢 要面對它 結束它 處理它 放下它 我說 歸發兵 被復興歸啥 然後考驚說 我準備在兵中發展 所以我已經面對它 結束它 但是 後來 那個老兵 那個老兵 肚子火了 他把他我身上 他回 我跟他無言不說 幹嘛他要殺我 所以我殺了以後 從醫院出來 我是一定面對它 結束它 我念到成功大學以後 我到中科院服務 我也是面對它 結束它 我在中科院 我全心全力的工作 多好 我是受到國家的栽培 我努力的工作 我那個時候是沒有 不分 我天晚上 我都在 我的島子裡面 都在做事情 所以呢 後來 我剛才講的 我沒有那麼中科 中科院服務 有我 也愛著這走 所以我就走 走來 走來 我不想 我問這些事情 那我 比方說 我今天要來 本來就是 我們都答應要來 後來 他知道這個 這個平台啊 笑 哎呀 那是台服啊 我不吃啊 因為 他的身份不適合 你出 在這裡出現 哪個名字 信用一記 你沒有了媒體 那你要把它的名字 公佈出來以後 他不吃 他吃不了 都要走 他後來就不來了 你又是 他不說實際不舒服了 吃不吃 人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 謝謝 謝謝 不過這個 想不到我們的聲明在外 不過這個是 剛剛講的這個事情 也涉及到 身份認同的問題 但是 所以說 這樣 有不過還是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要疑問 因為他 那個 於事無爭 然後 不問事實 不過我覺得他提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怎麼面對歷史上的問題 我們常常會講說 接受他 面對他 還有 放下 處理他 然後放下他 我們常常講 這個事情 來跟別人講 他們用佛家的語言 然後他們放下 可是這句話其實是有矛盾的 我們常常會叫被害者要放下 可是實際上我們沒有資格要放下 因為我們 因為除了被害者 自己願意放下 這種不存在一個道德的高度 要求別人要放下他的歷史上 如果我們不願去面對他 所以 比較便宜放下 可能是一種便宜形式 就是 我們在 在談到所謂的 處理 歷史記憶的時候 常常有 比如說我們要學的 遺忘 寬數 包括寬數的問題也是一樣 我們實際上沒有 資格要求一個 受害者要寬數 除非他自己願意 要寬數 那個真的發在他身上 那所以在 在 劉佩佩的情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他是受害者 然後 他做一個受害者 他想要放下他 對他來說 或是他想要去 用放下他來去面對他 可是對我們旁觀者來講 如果他不放下 這個不是他放不放下的問題 他還是涉及到一個 集結社會公民正義的問題 到底抓夫子這件事情對不對 還是說 這個就是 又回到原來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悲劇 這個是時代的悲劇 所以這件事情就算 我們常常會對於時代悲劇 過去歷史 很難 就用一個不算的方式 不然你能怎麼樣 所以就迴避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都還沒有處理他的時候 就已經放下大理 那在這個程序上面 也許我們在面臨 面臨轉型正義 歷史正義的時候 在傾聽別人的那些正言的時候 最怕就是我們用個 你要放下 只是 有時候我們講叫別人放下 憑什麼 我們怎麼會有那個高度 突然變成喪失了 所以 很奇怪的地方 讓我們在 我們 讓我們 在 我再講一分鐘 短目的期間 我要的的時候 有人講我 這個 這個平台 談的是什麼 什麼 什麼經濟 國家經濟 什麼經濟 我的答案就是說 我身上有一個 冷袍 我把這個冷袍 湊過了 我就 留下冷了以後 我就全意了 我說 我 我習慣了 那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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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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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你以後 你以後 臉書上面 有一個 話 說 轉身經濟的主題 不是 活動 是療癒 是療癒 我說 我可以做真正 我這三年來 我寫了很多文章 這個文字 這個文字的過程 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心靈的療癒 經過這個療癒以後 我才能夠放下來 可以面對這個問題 我今天在這邊還坦然地跟你講 我父神都我死的 我以前 我就是 樹櫃商 我會想 我這麼那麼倒霉 那個兵也灑我 前面的兵灑我的巴巴 後來這個兵呢 就灑我 我這麼那麼倒霉 我心裡面是內傷 我現在可以公開地講 我了癒了 我放下他 我可以坦然地面對 這是我的人生 這是我給 給 我不知道怎麼要講學生 這個人 什麼是 國家講很多什麼 銀言啊 線報啊 活報啊 我不知道 我說我沒有做過 辦公室的壞事啊 我怎麼會要這麼活報呢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接受兩個問題 剛剛 我們給兩位女士 好不好 來 大家好 各位好 今天這部分很感動的 就是人會說的那個心情 雖然我也不是老兵的家人 可是好像是可以感受到一個 一個十七歲的少年 很懵懂的時候 走路這樣子 這麼辛苦的路 然後最後面 一位悲寒 勇敢的就是 那個傷子 那個心裡的痛 像農一樣 一個一個的自己把它劃了 面對它 那剛剛有一位先生 他說是 馬克森說是 老兵第二代 同樣也是類似的背景 但是他有幾個問題 我心裡也是很不解 他說他不知道在台灣 到底是不是有什麼 族群對立 還是 我沒有聽太清楚 然後他有提到說 蔣中正被割頭這個事情 類似有那麼嚴重 我忘記他的語言 但是我心裡想的是 如果 如果那些家屬 就是在割蔣中正的頭的家屬 他就是228受害的家屬 他也是在化開他心裡的農 如果他的父母家人就是 他明明知道就是蔣中正的部隊 或者蔣中正本人 那個命令造成讓他的家人受害 傷害了 所以他就是在割這個農 然後來面對他 那為什麼 也是有其他不是受害的家屬 他們就是說的 就是流點形容 說這次比較是暴力 或者引起社會的對立 所以同樣都是同樣的事件 我們從人的角度看 那個劉輝輝的心情我也覺得很痛 但是228的家屬 他們在做這個動作 我的心裡也是很痛 如果我們在這塊土地上 還是各做各的畫 我想永遠這個 這個解就是永遠都解不看過 我希望劉輝輝的話能夠帶給更多人 大家能夠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說 大家都來面對 要不是去批評對方 這樣 謝謝 不過等一下可以讓你們 我們還有六點時間 剛剛你要對話的對象就在你前面而已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聊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事情我舉一個例子 之前因為針對電說寫 一篇文章在明報上面 我其實只是在寫這件事 當那個 有點覺得說 蔣介石的同項已經存在在那邊了 甚至有些學校認為說 那是學校的死產 可是我們反過來去想 當時1976年的時候 雷正寫了一篇文章 雷正寫說 蔣介石當 蔣介石逝世後 蔣經國 當時他叫他蔣經正 蔣經國命令 內政部在各個公家機關樹立同項一座 在大中小學 大學跟中學 蔣經教育部大中小學 樹立同項 蔣介石同項 然後他說1975年開始 到1976年全台灣已經有上千座的蔣介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真實決定的 是一個歌功頌德的行為 是一個 一個 沒有想到那個自然而然 只是我們現在變成自然而然 他現在在說 現在我覺得有個別的反應 比如說有些人真的是對蔣介石感恩戴感 有些人真的是對蔣介石恨之路苦 那這個其實上我們要不要把這個東西放在一個國家裡面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把它放在這個公家的機關 公共的機關裡面 其實這個大家可以討論 大概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說我們就不需要去爭論那些他的 他的這種問題可能可以說 我們比較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這個大概是 可能是針對你剛剛講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位對不對 來 其實我們還有什麼過多的問題 要不然然後你的先生 也回答那麼多的問題 我只是想 出發一下自己聽下來之後的感慨之情 因為其實你剛剛在講的過程當中 那我回到我外公 我外公其實可能有一次相訪 他三六年生人 然後呢 我外公是人一直在曹魯 他們裡面在其實 他是很稀有的大學生 知識分子 然後和您同樣的時空 但是他經歷的卻完全不一樣 他經歷過自然加害 經歷過文革 然後他也曾公費留學到日本 但是受到威脅 然後也曾被騙到 東美的梁沈陽 然後在那邊人辱負重很多年 七年之後才逃回北京 其實我覺得在無論是怎樣的經歷 在那個大馬時代當中 你們所經歷的那些 其實我們都不會再經歷 就算是自己這樣分享一下 我相信其實情感也不會給予的千萬分之一 所以說 您剛剛說 其實很多人面對您的委屈啊 可能覺得很多人 但是 說到您的分享之後 就像您說的 您在自我掌握的過程當中 也讓我們更加真實的去感受到一些 我們應該去用心感受的 所以其實這個想要再次向您致敬 然後同時其實也很感謝 鄧教授的分享 也讓我們曾經看很多側面 其實可以看到當時的年代 故事也是充滿著不同的階級 然後不同的側面 讓我們感受到一個更加豐滿 更加真實的 歷史的一個還原 然後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 其實造就出來是完全不同的情感還有故事 然後我相信這也是歷史教會當中 不會告訴我們的 像沈教授裝車一樣 就是在大家可能都選擇一種 放下吧 就是讓我們讓它算了吧 這樣的一種心態當中 也感謝有您這樣的人也在堅持 在做一些這樣還原的事情 所以希望您也能繼續完善您目前在做的 這樣的腦部醫師的筆錄研究 然後我也覺得它的下行再來 未來可能會有兩次感情 我們真的要結束了 雖然大家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留一會 留一下 然後我們差不多十點這裡 場地要復原 所以我們這次 再次的樂業展示 謝謝他們帶給我的分享